欢迎收看113年10月18的港度新闻 我是陈英军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港旅运中心去年3月风光开幕 好景不长 今年10月底前 旅客人数直接砍半 相比基隆港今年才刚设立的旅运中心 邮轮数是高雄的三倍 旅客也超过高雄的八倍 寿山动物园近来相当热闹 频频上演动物界奇观 母狮正逢发情期 公狮整天紧迫丁丝 原方表示 若旅客刚好到动物园 可以蹲点守候 保证可以看到期间限定的精彩画面 左英国茂社区有家韭菜盒给料超大方 老板娘是东北外省人 在台经营东北早点超过20年 吸引不少韬客上门品尝 店家用心制作每一样产品 希望呈现东北料理的绝妙好滋味 学校的营养午餐除了要吃得好之外 也要能让学生增加对食材的认识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要求 学校在营养午餐的网站上 加入食农方面的教育知识 也希望营养师发挥更多的功能 为有特殊要求的学生 提供所需的膳食 并且订定专法 列入相关的规范 提升学校的午餐品质 学校提供午餐 让学生吃饱 不用在外面买东西吃 好应付下午的课程 但有些学生对某些食物过敏 或是因为宗教因素 在食材上有特别的要求 学校会在开学前进行调查 提供给营养师 在出工料理时会特别注意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 希望营养师能够发挥这方面的功能 个别的学生他有不同的 比方说不同的宗教信仰 他能吃的 能摄取的营养值都不一样 那甚至是这个比较偏乡的孩童 跟逝去的孩童 其实在这个营养的规范上 其实也是有所不同 学校针对少数特殊用餐需求的学生 像素食者或者是回家不吃猪肉 过敏体质的 需评估自备午餐人力 还有设备及时间 倘若学校无法克制代工餐 则由家长自送 来共同照顾学生的健康饮食 学校午餐除了让学生吃的好吃的饱之外 对认识食材了解营养成分 以及料理烹调的方式等 也可以从中学习相关的食农教育 张浦阳议员要求教育局能够协助学校 将相关的资讯放在学校午餐网站上 增加网站的知识性 就是有些学校做得比较好 当然它的食农教育就比较落实 那有些学校呢 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交功课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它有做而已 但就是可能60分 但是它的食农教育并不是特别的强 那我希望说呢 能够透过营养午餐专法的方式 去把这个食农教育有更进一步的落实 教育局午餐网页也将建制食农教育专区 来呈现学校办理食农教育的成果 同时会连结农业局建制的 食农教育推广平台网站 使用它的教学资源来提供学校的师生运用 让学童从种植体验食材料理 还有堆肥制作等等过程 来连结学科知识 学校午餐在学校老师馆里 营养士开菜单 厂商采购以及除工聘用上 都有许多的程序和注意事项 张博洋议员要求教育局 能够将相关规范列出来 订定学校午餐专法 让学校和工善厂商遵循 避免出现学校午餐乱象 如果我们把营养午餐 把它回归到学校跟厂商之间 个别的契约的话 发生食安争议的时候 教育局也无从介入 所以我认为营养午餐专法 应该是要一次性的去整合 并且能够来回应这些 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 个别式的问题 学校虽然只有雇学生 三餐当中的午餐 但对学生的身体状况 健康与否应该都是全面性的 透过更严谨的规范 提升学校午餐的品质 学生也能够更真行这份午餐 并且表达感谢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连池潭的风景优美 同时也是交通部的 指定观光地点 每年都会涌入大量的游客 但近期入口门面的高雄物产馆 在今年4月 农业局交由观光局接手后 同时吹息灯号 已经出现了半年的空窗期 高雄市议员李亚惠对此不解 并在议会质询时表示 为何观光局还没有进驻管理 高雄联坛物产馆 在今年4月起席灯 并由原本的农业局 转交给观光局承办管理 但半年过去 物产馆依旧不见观光局进驻身影 高雄市议员李亚惠对此不解 为何空窗持续到现在 但是因为市长也有讲说 到年底的时候交给观光局 但目前虽然没有交给他们 他周遭的环境 还有里面的保全 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维持着 但是他就是闲置啊 而且这已经闲置很久了 那我不理解的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年底再移转 这是上面的财势来说 12月到12月交给观光局来 整个统筹规划营运 实际上到底为什么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也事实底下 有跟观光局不断的催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移转过来 那观光局这边 他们也都没有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回应 那我们那么关心 是因为他闲置在那边 那也是一个蛮精华的一个地方 那交通什么等等方面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说很多的厂商是期待说 未来能够在那边做一些 不一样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被追问这一题 那现在目前得到的答案是在年底 但是我还是个人认为说 这样的时间拖的有点长 因为他闲置的时间 其实已经超过半年了 除了希望观光局加紧进驻 物场馆脚步外 不要让到访的游客扑空 李亚惠也对市府海洋局提出建言 高雄市既然具备有河海优势 应该多加开放钓鱼钓点 让钓鱼休闲产业 可以在高雄发扬光大 吸引更多钓客到来 总共16处 那我是希望说期待 除了这16处之外 有没有再增加的能力 我们渔港15处渔港的部分 就是今年的6月 也针对古山跟骑津 包括古山渔港 骑后渔港 骑津渔港中桌 上主理去检讨 那我们的渔会跟渔营朋友 还是认为就是渔港 它的范围比较小 那在甩干的时候 有时候渔船在座位会妨害 到今年截至7月为止 大概是开放了17个地方可以钓 那对于广大的这些钓客来讲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那个新鲜感也不足 因为说实在的 他们可能会喜欢在不同的水域 来做休闲钓鱼的活动 可是呢 你就是在怎么选就是只有这几个而已 所以说对他们来讲 一方面是乐趣不足 二方面就是说 对于自己可能住家 比较远还是怎么样 都不是很方便 那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来发展我们这个休闲的产业 另外李雅慧也提到 高雄市区也有许多制洪池 也可以规划开放给钓客使用 以目前的钓点太少 是无法吸引钓客到来 也可惜了高雄拥有三海和港的地理优势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为在高雄港的旅运中心 去年三月风光开幕后 原本靠港的邮轮133艘 截至今年10月底前 却只剩下65艘 旅客的人数也直接砍半 仅有9.5万人次到访 相比基隆港 今年才刚设立的旅运中心 邮轮的靠港人数就成长为高雄的三倍 旅客人数更是超越高雄的八倍之多 2023年3月 高雄港旅运中心正式开幕 总工程费达新台币45亿元 从2013年施工 10年后完工对外正式营运 开张第一年 邮轮有133艘次靠港 旅客量来到18574人 但从今年截至10月 邮轮到港共计有65艘 却仅有9.5万人次到访 对比基隆港 邮轮旅客数都狠狠超越 高雄几倍之多 高雄市议员许彩珍对此提出质疑 数据会说话 雪崩市下滑 市府海洋局难道不担心吗 去年是18万 那今年是198万 是不是夭着的快一半 对 那请问一下 你们在这个中间 今年度 你们是怎么宣传你们的观光的 那预报的航商 我们有需要都跟他去召开 那个开航的记者会 那另外 在高雄港务份公司的部分 就是来停告高雄港都是免 所以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报告 目前成果就是这样 你们海洋局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努力啊 这个我们会检讨 说什么我们在唱衰高雄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打算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提出实际的数据 他们的评估状况出来 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个里面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市府包装的很光鲜亮丽 他们的评估总是太过于乐观 所以我们需要把他们导正方向 来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 对 明年度我们要更努力才行 像刚刚的这个旅运中心的部分 其实就是提到 他们总是过于乐观 说可以创造17.7万人的这个人次 结果呢 今年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好 他们说的是9万人 但是9万人 连17.7万只到达了一半的门槛而已 虽然海洋局表示 基隆港在发展游轮经济上 比较具备竞争力 在于旅客时间成本上的考量 未来会结合港屋公司和观光局继续努力 徐采生则以古山鱼市场为例 希望市府海洋局要引以为鉴 不要花了大笔纳税人的钱 从建造到宣传 得到的经济效益和观光产值 却远远落后预期值 观光局目前说真的 高雄还没有去做一个这个 我们日常式的这种观光的这种模式 他们现在靠的是什么 烟火式的就是演唱会经济 那演唱会经济如果在 有人会搭邮轮特地来看一场演唱会吗 我想应该不太可能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配套是完全没有做好 而且在日常的观光 他们是没有做好的 所以导致高雄有可能因为这些景点的关系 吸引不到其他的旅客 徐采生提到 市府单位在争取建设时 要多方考量市场需求和未来竞争性 添加预算经费 却得不到实质效益 甚至是苦了辛苦的纳税百姓 同时也多了一座更大型的文石馆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高雄市区一场婚纱店大火烧出违建的问题 除了要防止违章建筑危害建筑的安全之外 拆除工程也必须加速进行 并且向建物所有人追讨拆除费 至于违章建筑的危害安全程度可以区分等级 排入拆除顺序才能维护建筑的秩序 市中心的一家婚纱店被大火烧的只剩下股价 事后查出竟然是东违建 让违建的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引发关注 希望市府加强清查列管违建 避免因为台风火灾或地震等 造成违建危害公共安全 如果说是因为失火而引起的话 我是觉得市政府在这个电线的方面 他也应该要去加强的宣导跟辅导 那有些人也许他抱着就是说 他们没有去意识到说 其实这样子的去设置电线 这样子是不行的 现在分着违建的当中 你想要旧部落 违建人很多 新部落 大楼也有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违建的存在 能够该撤就要撤 而市府每年都有编列违建的拆除经费 但拆除之后却无法向建筑物所有权人收取拆除费 等于是违法在先也获得利益 最后违建被拆还得市民买单 除了强拆的速度贪卖之外 也应该要求违建所有权人缴交拆除费 当时好像也有很多县市政府说 是不是我们由老板去拆 可是你要这是属于人民的权利益 你一定要通过立法 要法律程序 因为我们的原始法律就显清楚 这是由预算编列致印 那曾经有某一个县市 大概违建拆太厉害了 结果议会就把拆除 违章的计算存空 高雄市也许也可以用 修改我们的自治条例 这些经费应该要由这个新建者 他要来负担这个费用 这样子会比较恰当 我觉得比较合理 也比较有嚇阻的作用 不过违建的样态有许多种 也有地理环境因素和时间背景不同 建议应该把违建区分等级 有利己危害安全者应该优先拆除 新盖的违建也应该急报急拆 以维护都市建筑的秩序 就算说我盖了剔除 我结构很安全 有结构其实签证 你的结构那个钢骨的自家就用了 长工吹也不会吹坏 对对对 我还有做一些 没有去简单安全设备 那这种东西的话 应该处于西一类的 就不用去参加 像日本来讲 他们会 其实会有强制说 就是你当你买房子之后呢 必须要去投保这个火災险 火災险 对 那但是高雄目前 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强制规定 违章建筑 就是增加了原本建筑设计里 没有深情的建筑体 在消防结构上都比较脆弱 在强风地震火灾时 容易危害公共安全 为了私利而盖出违建 是否应该拿出公权力 加以制止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历经26年讨论的205兵工厂 有望在今年年底搬迁到新厂区 而原址应具备地方文化价值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在咨询时表示 希望文化局能够加快脚步 拟出后续厂区应保留的方向 具体和中央讨论 保存活化的地方共有记忆 为在高雄亚洲新湾区的核心地带 总面积达58公顷的205兵工厂 在历经了25年的讨论后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 搬迁到新厂区 而搬迁后的原址开发 市府还在审慎讨论中 对此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就在议会部门咨询时表示 原厂指具备地方文史价值 希望市府文化局 要尽速提出具体规划 同时和中央进行研讨 好保存并且活化地方共有记忆 我们文资相关的委员 他们没有认为是哪个需要 不过那个陈议员 你一直很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来审着 看要怎么处理 或是他有还有什么 我想应该要把文化部也 一起找下来一起讨论 然后205兵工厂是在民国34年 就已经在台设立 当时是国共内战 然后在台湾设了四座的兵工厂 那205就其中一座 那这个历史之久已经比这个 中华民国前来台湾还更久了 那所以呢整体在内部 事实上有很多的历史的保留的 历史遗迹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文化局对这一块的提出来的 应该要保留的部分 目前文化局局长刚刚回应是完全没有 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除了关心205兵工厂后续发展外 对于延档许久的高雄空大泳池 整建停车场案 陈利娜也要求市府运发局加速四座进度 别让荒废许久的泳池成为闲乐设施 后续在规划改建成活动中心前 也好有个基础设施 先提供给地方大众满足需求 今年12月之前会把它变成停车场 在年底之前 那游泳池的空间呢 事实上目前在一年前就已经确认 要做这个停车场 那但是呢一年之后 目前才正开始要动工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速度上面 真的有点慢 附近的居民其实停车位 已经非常的缺乏了 那也很期待这边的停车空间 可以赶快的成立 那但是将来呢 远期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一个 多功能的一个运动中心 然后除了停车空间之外 还有其他的运动设施可以成立 陈利娜提到 市府在推动重大建设时 除了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支持外 地方计划的执行也必须同步跟进 降低人力需求压力 及物价波动的影响 从而提升城市发展的整体效益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轻轻成员后高雄大顺路段的交通便利性提升 其中C27湾仔内战的周边 结合加勒服量饭店的商圈优势 拥有良好的餐饮与消费机能 且周围的生活圈发展成熟 让这里成为房市的一级战区 带来许多都市更新的机会 但房价也可能翻倍涨幅 轻轨C27湾仔内战周边 交通量非常的大 但转进一旁的住宅区内 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世界 到处都是住宅大楼 而且还越盖越多 加上这区属于旧市区 已经拥有良好的生活机能 前方还有大型连锁量饭店 相当的方便 让这里成为建商的苗子目标 建工商圈跟顶山商圈 这两个临近的地方 他们早期都是以旧的透天为主 那所以他们早期这边 也有临近的市场 那他们基本上商圈发展的也很成熟 吃的十一住行娱乐 基本上不用担心 那建商会来这边买地去收购 然后去盖大楼的话 一部分原因跟我们前面 这个轻轨有关系 轻轨成员过后 就有如锦上添花 让这里成为了房市的一级战区 许多人都想分配这块大饼 可见大众运株配上商圈 有很大的优势 虽然贴近轻轨的住宅 可能不是人人都喜爱 但如果是临近的生活圈 民众就会感觉加分居多 轻轨是加分的 外面有U-bike 然后又有轻轨 就是交通很方便 如果说太近的话 有声音的话可能就 但是如果是比较靠里面一点 不要靠大马路应该就还好 所以建商他们基本上 看到这个这一块饼 他们会去收购这附近的土地 所以会带动整个房市 对那所以会变成说 我们后面那一区 新盖的新天地一起 完之后又有二期 那二期完之后我们那一边 晨阳建设在前面 也有收购一块地 那一前阵子我们知道的是说 线上还有在收购前面这一块 便利的生活圈 就会吸引人居住 商圈的发展也会加速房价的上升 目前顶山加乐福商圈旁的青豪宅房价 已经纷纷占上四字头 虽然最近因为打房政策速度有些趋缓 但是未来房价带占上五字头 也是相当有可能的 今年的话长得会比较多 十年到二十年之间这一块的大楼 基本上就是行情会大概落在二六到三十左右 五年以下的大楼 一期跟二期 那一期的话大概是三十到三三左右 新天地二期的话 我刚刚看是它大概在三十八到四十四 移转量都还蛮高的 目前建设它们在销售速度也蛮快的 湾子内是高雄的旧市区 老头天相当多 大洞运输提升了商圈的发展速度 也带动了独死更新的机会 但也相对带来了房价的持续翻倍抬升 记者双军高雄报导 接着带您看到有位新闻主播 在脸书分享回到高雄搭计程车 因为开后车厢置放行李 被司机多搜取十元的经历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回应 计程车开后车厢收服务费 已经在111年公告取消 若遭民众检举查证属实 可以开罚司机九千到九万元 知名美女主播刘寒竹脸书分享 在高雄搭计程车到高铁 原本240元的车资 在付了250元后 本来要等待找钱 没想到司机却说 在高雄开后车厢要加十元 台北人不知道 刘寒竹还在文中说明 他自己是高雄人 却从没付过 而高雄计程车的开后车厢服务费 是在111年经由计程车商业统业工会 乘报建议案后公告取消 计程车开后车厢收费十块这个事情 在111年的时候经过那个计程车商业统业工会 会从几个相关的工工会 这边提出的一个取消的建议案 那我们经过开审查会 那也同意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那在111年就经过事务的相关程序 公告之后就开始实施了 那实施就是把这个收取十块的费用 把它取消掉 对于搭计程车开后车厢要多收费用 许多高雄人自己也不知道 觉得开个车厢还要多收钱不合理 不合理啦 这还要加钱 哪有哪有在开车加钱 开车厢后要加十块 对不对 没理啦 没理啦 但大部分人认为十块钱是小钱 只是司机得事先说明 没有关系 都加几块 有家都加不加也没有关系 是还可以 但是 我觉得应该一开始要先讲好 双方先讲好 由于已经公告不可应开后车厢而多收费 高雄市交通局说明 若民众搭到多收费的计程车 可提供搭车时间起七点 拍下驾驶姓名车号等资讯交给交通局 经查证属实可依公路法第77条开罚 那假如说那个乘客这边有搭到司机跟他额外多收这十块的费用的话 那就已经违反了我们公路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这个未安表收费的话 按照那个公路法77条第一项的规定 其实可以处罚9000到9万的一个罚则这样子 开后车厢多加费用 高雄市是从107年开始实施 仅仅四年就喊咖 因此许多高雄人可是真的都不知道 记者吴沛山高雄报道 寿山动物园近来相当热闹 频频上演动物界奇观 母狮小怪现在正逢发情期 公司小心整天紧破钉尸 原方表示 若游客刚好到动物园 可以蹲点守候 保证可以看到期间限定的精彩画面 但如果错过就要再等一到两个月 来逛动物园咯 怎么会这么多人聚集在诗园呢 还指指点点拿起手机一直拍 很少在动物园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 很少见 而且有点好奇 我为什么会咬它 公司要加杀 觉得很好奇 原来最近的诗园内 频频上演动物界的奇观 母狮小乖 现在正逢发情期 公司小心整天紧破钉尸 不只时常滴吼 更不时上演压制秀 让民众大开眼界 吃这么大 看着那个 他那些交配 长知识这样来 长知识 大开眼界 公司跟母狮在交配的时候 公司它的生殖器有倒垢的刺 会诱发母狮排卵 达到一个受精的一个效果 顺便把前一刃 狮子的所留下来的 生殖细胞把它刮出来 确定说 伸出来下来是它的 母狮会很疼痛 会转过来想要去咬公司 公司一定要稍微的咬住 就是没有很用力 就是含住母狮的脖子 避免说公司交配完下来 母狮会反过来咬它 自然界上演生存法则 动物出现少见行为 让参观的小朋友感到相当好奇 家长和老师也会懂得 把握机会教育下一代 见识动物延续生命的方程式 天秘密的画面闪下了不少民众 也敲完小狮子的诞生 不过会不会有下一代 原方说要赌赌看 因为从去年配对到现在 还没有结果 会不会有新生命的到来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市人大一销分队副分队长 叶家要训练的搜救犬利盖儿 参加今年的国际搜救犬 评量成功获得认证 是全台第一支 由一销人员自主训养 且通过高级认证等搜救犬 在坍塌的防射中 找到生还者立即定位 叫唤搜救队员 高雄市人大一销分队副分队长 叶家要所训练的搜救犬利盖儿 今年参加国际搜救犬测验 成功通过高级认证 是全国第一支 由一销人员自主训练 且通过高级认证的全居 远距离控制中间叫停 利盖儿一样稳定停等 考试有十项的控制项目 确认搜救犬在不同环境中 同样能克服天性 接受训犬员的指令达成动作 而会想要自主训练搜救犬 是因为主人叶家要参与围观大楼倒塌救援 看到搜救犬真的能快速 寻获生还者而产生的想法 那有看到搜救犬在现场实际的作用 而且效能很好 那回来之后我们就有几个伙伴 有去跟当时的那个大队长讲 说我们想练狗 那大队长也很支持 那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获得这中心这边 一些教练的教学 还指导 那慢慢地培训起来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局长和科长 他们也很支持我们训练的犬姿 那所以他们就给我们很多那个 必要的资源这样子 所以才有办法去练狗 利盖儿是德国狼犬 两岁从日本来到台湾 今年已经七岁 和专门的搜救犬不一样 平时是和叶家药同住 要成功驾驭德国牧羊犬固执的个性 完成各项训练 叶家药可是煞费苦心 就是要跟他磨耐性 要跟他有一个磨合的时间 那因为现在我们练狗的方式 已经不像以前一样是用打骂的 我们都是用引导 犬姿跟我们是有距离感的 你像我们刚才培养 培养那个感情的时候 有可能会跟他 晚上陪着他一起睡觉啊 还是说做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啊 还是说带他四处去散步 去到没有人的地方 跟他培养一些感情 那慢慢跟犬姿建立起那种 强烈的连结 那对我们以后训练啊 还一些工作上的那个会比较好 消防队支持一销增援救援的理念 平时会有领犬员上课增进全职知识 训练技能与考试内容 训练时也会从旁协助 除了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外 他们必须要挪出一些 空下的时间过来 那其实像我们那个 副分队长叶家药 他就有就是会call大家礼拜天过来 整个一销做一个集训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他们自己也很用心 很花时间在培育所有犬这方面 那今天获得的这个成就跟成功 都是有赖于他们平时的努力这样 通过高级认证 立盖儿将往国际最高阶的MRT 所有犬迈进 为国际人道救援贡献力量 记者吴佩山高雄报导 高雄凤山有位孝顺的女儿名叫陈雨琪 平常有保姆的工作 又要照顾高龄的母亲 但她无怨无悔地付出 甚至还愿意为母亲排便 使她荣获高雄的行校楷模 在高雄凤山的陈雨琪 平常身兼保姆工作 细心照顾孩子的同时 也要照顾高龄的母亲 原本的老家是台东 在2017年返乡时 才精绝母亲疏于被照顾 高龄88岁的母亲 身上有许多伤痕与疹子 待到医院检查后 才发现有皮肤癌 甚至也发现肾脏有恶性肿瘤 因此让她动了念头 决定要带妈妈 一起来到高雄 亲自照顾她 我每天就是 就是以她跟小孩子为中心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那早上我们都很早起来 六点就起来了 要整理一些东西 然后弄今天中午的餐点什么 都要先弄好 小孩子来我们就是专心照顾小孩 时间到了就是吃饭 像我现在的饭 也已经就是已经煮在电锅上了 那要吃的话就拿出来打一打 那我打我会打整两餐 就是中午就会打整 午餐跟晚餐一起打起来 那另外一餐会换到 就是晚上再吃这样 换到冰箱去晚上再热来吃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比较不会说小孩子 有没有 我没办法给人家照顾好 所以在一般的 平常的日子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早上都会 早两个小时 他们八点来嘛 大概六点起来 我就开始要忙了 陈雨琪为了母亲准备少亲房 也细心的为不方便 咀嚼食物的母亲 将食物弄成细软 好吞咽的餐食 那其实原则上这七年来说 真的我很感恩她就是 我陪在她的身边 她也等于是来陪伴我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说 我是来报恩的 母亲年事已高 在许多事情上都已经使不上力 就连日常的排泄 都需要陈雨琪的协助 陈雨琪不畏艰难 戴上手套 协助母亲的日常排泄 发挥十足的孝心 你看你帮帆了 出来咧 出来 出来咯 放里面很多帅 不然你没有帅帅 帅不走帅 刚开始心里是砍是过不去的 刚开始我们没给人家做过这种事 因为小孩子我们是小孩嘛 她是老人 那个大便特别臭 而且你去跟她挖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然后 会觉得说 兄弟姐妹那么多个 为什么是我在挖 然后你去挖她的时候 你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心里是很多不贫的 就是要去调整自己的内心 就是说 妈妈以前也是这样照顾我们 我们照顾小孩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说 妈妈以前也是这样照顾我们 也六歇六丢 我们真的把妈妈六歇六丢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怨 这么多的怨恨 没骂 要转换嘛 只是感恩嘛 感恩说 是她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 对不对 那现在 换到我们 她老了 没办法了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用感恩的心 陈雨琪平常的工作是保姆 领有保姆证照的她 一面照顾孩子 也要一面照顾母亲 但她也看见了 在人的一圈中的起点 与接近终点的时候 有多么相似 她能做到的就是陪伴 那妈妈到我身边来的时候 我就把她当作一个小孩一样 多一个小孩来照顾 而且 而且就是说 她就是等于像零岁到一岁的小孩的方式 照顾她一样 你会觉得说 也没有特别的 说什么麻烦 比较麻烦的是 小孩子是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 而且你会看到她的成长 你会觉得很有希望 但是照顾妈妈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说 她一天一天的衰老 然后我们内心会有一些惆怅 陈雨琪无怨无悔的付出 亲手照顾母亲的用心 也被社会各界看见 因此获得了高雄市孝行楷模 记得朱敬我周福清高雄报导 百货公司周年庆开跑 搭上人潮的顺风车 台南市政府选在高雄的知名百货 举办台南物产展 集结30多家 俯层的特色伴手离品牌 邀请高雄乡亲逛百货时 顺便带走台南的心意 亲人姐可以说我爱你 母亲姐可以说妈妈辛苦了 这个很多很多深厚的意义 而且她这样染不会伤害到兰花 台南市长黄伟哲 华生推销员推荐台南最新的 奈米渲染兰花 台南市政府选在高雄百货公司 举办400里站台南物产展 现场集结台南在地 近30家优质半手离品牌 让高雄民众能轻松 买到俯层特色产品 跟所有的高雄消费者一起 来分享我们的高兴 那其实里面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好吃或好看好玩的东西 回购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最厉害的汉神巨蛋 这个卖场能够展示最厉害的 台南精品物产 那能够来到高雄 那是我们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从10月15日 一直到10月21日七天 欢迎大家来到汉神巨蛋 参观台南物产展 王伟哲逛摊位为业者加持 这一次物产展由台南知名的 玉井芒果干 软Q不黏牙的麦芽饼 以及俯成百年古早老滋味 碰饼 伴手禮都相当富有地方特色 除了可以轻松带着走的 现场也有现真经典小吃 菜种肉种 更有入选百大伴手禮的手指泡夫 只要来这个百岁公司 我们一人一次汉神巨蛋 他来我都会来买 它不会甜 可是出起来口感很绵 比较好吃的小吃 小朋友喜欢 像这个手指泡夫 拿了就可以吃了 小孩子最喜欢冰冰凉凉的 物产展还举办满额赠优惠 以及不同金额的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期望能刺激满气 买1500块 我们就加送 我们一个平南岩 那2000块就可以来这边暖摸 我们的奖品有13项 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其中最大项就是iPad 那3000块的产品 我们有一个DIY 有一个报纸的DIY 是观光工厂把它移上来这边的 那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别的地方没有 各式甜点办手里 除了能自己享受 更是致赠亲友的好选择 台南市政府欢迎高雄乡亲 周年庆时顺手带走台南的心意 记者吴佩珊 高雄报道 昨英果贸社区有家韭菜盒 给料超大方 老板娘是东北的外省人 在台经营东北早点超过20年 吸引不少掏客上门品尝 店家用心地制作每一项产品 希望能把东北料理的绝妙好滋味带给台湾人 来到店里老板娘忙碌的双手正在包着韭菜盒 满满的内馅光用看的就让人垂涎三尺 给料超大方 大部分的顾客来到店里都一定会点这个韭菜盒 饱满的内馅吃起来非常满足 它馅还不错啦 就是有粉丝啊 韭菜啊 还有一些豆腐啊 那些蛮好的 就跟 因为我本身 我本人是山东省啊 所以外省人比较喜欢这种的口味 你喜欢吃韭菜的话 还是韭菜盒子就很好啊 喜欢吃辣的就加点辣椒 像我们喜欢吃原味的 年纪大了不吃辣椒 这边来这边吃 吃到汤的韭菜盒子 我觉得很好吃 面团很Q 而且料都很新鲜 所以我是又来了第二次 今天当天又来了买第二次这样 韭菜香 也可能都现成新鲜的 然后它的那个什么 东粉也是很Q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就给这么多 你现在要是给少不是 有一点点不太好了嘛 这是北方人的东西嘛 我们外省人做这个比较贴切 这家位在左营区的早餐店 在地经营超过20年 板娘本身是外省人 一开始在娘家经营 后来因为果贸社区的外省人比较多 因此转移阵地 希望能把东北道地的好味道 做给每一位消费者 当初是因为小孩子上学了就在娘家门口那个地方店面坐 坐一坐嘛 离家离比较远 所以后来我就跑到果贸 跑到果贸来坐 因为果贸说实在外省聚集的多 所以说这种吃的多 所以就跑到这里来 然后坐一坐就坐了这么久了 但是果贸有个好地方就是 什么都有 本省的外省的什么都有 所以客人也是本省外省的 对 而且很多像假日的话 很多那个外地的人来 外地客人特别多 各样的饼类陈列在架上 道地的滋味加上饱满的馅料 深受老汤们喜爱 商品全部都由店家亲手制作 太晚来部分商品还可能买不到 如果有到果贸社区 不妨可以到店品尝这个独特的东北好滋味 记者周府庆程应君高雄报导 前镇区瑞祥里的巷弄内 有一间没有招牌的猪脚店 年轻老板特别北上拜师学艺 回到高雄后 每天都用特选的猪脚 及非基因改造的酱油 熬卤出一锅锅的美味猪脚 搭配入味的肉燥汁 非常下饭 外加营养健康的配菜 即使没有招牌 也吸引许多老套上门 中午时间一到 许多民众就排队等候 为了就是这一锅锅 熬卤过后 肉质Q弹 满满胶原 美味到不行的猪脚 好吃 好吃 我常来吃 然后我觉得它的肉质还不错 然后也不会太肥 也不会太油 因为老板他们都挑得还蛮顺口的 那个口味对我来说是很很棒的 这个豬咖很好吃的啦 不然我们住在鲜鲜鲜鲜都走来这买啦 肉好Q 好吃 不能比喻啦 卫生很刺激 那这个东西还可靠 前镇区瑞昌里 香弄里内这间无招牌的猪脚店 年轻老板因为喜爱猪脚 特地北上拜师学出好手艺 回到高雄后 每天都用特选的猪脚 搭配上非基因改造酱油 好卤出一锅锅 肉质Q弹 满满胶原美味的猪脚 搭配上这一锅正店之宝 充分入味肉燥卤汁 非常的下饭 外加健康营养配菜 即使是香弄内无招牌 也吸引许多民众脑涛上门 享受这满满幸福美味 这个满满猪脚呢 是跟我老婆 然后朋友 我们一起想出来的 就是希望 吃到我们猪脚便当呢 是有满满的幸福感 每天呢 就是新鲜卤的猪脚 腿裤 那肉燥的部分呢 我们是经过四道关卡 第一道关卡 就是我们会先把肉燥 汆烫 就洗个澡嘛 那第二道关卡 就是让肉燥上色 那第三道关卡呢 我们会把大骨蔬菜熬出来 熬成汤 然后再把肉燥放进去 胶脂呢 它就是吃起来会非常黏嘴 那对女孩子啊 对长辈啊 其实对这个身体的 这个胶脂补充啊 美颜有一定的这个增加的效果 满满足脚呢 我自己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清爽 然后很卫生 很干净 因为它就不是在大条的马路边 所以可能一些路过的民众 可能会比较不知道 那会知道的对象 应该可能会是从网路上来得知 欢迎大家 在我们瑞昌社区这边 有这样的这个猪脚 这个美食 欢迎大家 多多来 多多来买 多多来吃 真的 卫生 健康 又好吃 没有传统猪脚的油腻 或者是上面的毛没有拔干净 猪脚店家人总动员 用心将一只只猪脚 不管是切片 带骨 或是大块腿裤 全都熬乳到肥嫩滑腻 敲到好处 又让顾客吃到满满幸福美味 不过因为用餐的时间超忙 建议顾客可以事先预定冷冻包 在家也能够好好享受这幸福的猪脚美味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继续带您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寝时多云 气温24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24到32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多云短暂雷震雨气温24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 彭湖金门马祖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24到31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独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是陈英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